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巴凯市郊区的农场在施工时发现了一座千年宫殿 这是一座中国汉朝样式的接触宫殿 一片瓦片上还写有古代中国文字 贴子切秋万岁 长乐未央 经过研究的了解 发现墓主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在家说他是中华英雄 这届千年宫殿的墓主人就是李灵 李灵自身与工业前的一百三十四年 是非家族黎瓜的长松 西汉时期有名的将领 把天汉二年二十家族黎瓜 出征匈奥 汉五帝要李灵去位打赏 入宫雅朝 李灵是位有能力的教理 前些事才是他想做的事 因此李灵向汉五帝提出要五千步兵去攻打匈奥 汉五帝就打赢了 后来李灵的五千步兵于八万匈奥 占于这个梭祭山 李灵经有无畏 也打得匈奥连连半退 杀敌一万多 但经过八天发现的激战 李灵的阅兵却迟迟不到 最终李灵因为那个寡不及众 爱尽牙卷被羞虐抓了去 而李灵兵败的处 离别赛只有待于李 别赛也就将消息带给了汉五帝 汉五帝以为李灵已经战死了 后却得着李灵下这个凶人投降了 以此十分的愤怒 满朝的文武百官 原来是吉利称赞李灵的勇猛 谢李灵也是风风附和汉五帝 指责李灵是切离的罪人 时任太神力的司马迁一边安抚汉五帝 这边有吉利为李灵辩护告诉李灵 平时孝顺父母对朋友讲信用 查凤的故事 民意凶国家之急 有国式的方法定指示 使二十家族李广没有尽责 可此时汉五帝宠信李广利 司马迁的话也激怒了汉五帝 因此被处以辅刑 一年后汉五帝冷静下来 认为自己错怪了李灵 必须李灵的财富进行了赏赐 还派出英余嘉雄公松敖 去匈奴接回李灵 结果公松敖带开汉五帝的消息是 李灵正发展率于列宾 好对付汉人 汉五帝再一次动用 将李灵夹处以了都行 就是出灭九族 但李灵并没有帮助匈奴对付海中 帮助善于列宾的是 汉朝在外的诸位李旭 李灵因此对汉王朝新回忆 便就留在了匈奴 匈奴的善于本来就非常欣赏李灵 李灵留在匈奴后 善于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还把李灵立为幼交往 有品元年 李灵在匈奴变世 数千年他的灵墓被俄国人发泄 好了 本期的结识期则都会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 感发 点赞